嗨,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要上頂樓來看看 這一次南下高雄 一直放心不下的這一些 直在小苗的在頂樓的狀況 各位看到畫面中的就是我這次南下高雄帶下來的一些直在小苗 我要將它稍微移動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時間是8月28星期日 那台風的那個警告昨天已經解除了 那今天上樓來看看 這一次南下高雄帶下來的這個 一些小苗子在的狀況 那畫面當中的這四顆 我要先記錄一下這兩顆 目前的風還是稍微有一點風勢 那我要特別記錄了這兩顆 帶著粉紅色標牌的這兩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在6月30號 靠街的扁16的牛奶果 那我今天在上樓來看 就發現了 就發現了 各位畫面當中看到了 在上一個 不是這一個颱風 是上一個立騎馬颱風的颱風警報箱 在8月11號 在8月11號 這兩株的 16牛奶果的靠街苗 它在靠街處的話 被颱風吹斷了 所以從6月30號一直到8月11 就提早斷了 那前面的影片的紀錄 我也說到了 我因為它提早斷鍊 所以我將它的葉子先修掉 那今天特別記錄的是 帶到南部的這幾天的時間 很高興的 我看到了 好 各位畫面當中看到了 靠街的街碎的雅典 已經開始順利的蒙發 那各位其實你在畫面當中 我們聚焦看不是很清楚 這一些小芽典上面 隱約還看到 就是現在它這一棵母樹 還在開花的那一種花芽的狀態 那因為這個還很小 即使開花的話 我也會將它移除 那今天最主要的是紀錄 這樣子的做法之後 讓我的這一株 這一株靠街的牛奶果 我想應該可以順利度過危險期 原先打算是三個月之後 才要剪除 才要剪除 離開母豬 那因為上一個立騎馬颱風 提早離開 那第二顆的是這一顆 它左邊的這一個 這個靠街的這個街碎 雖然它的葉子也都已經是掉落了 我同樣是有做把葉子剪除 到葉餅之後帶一點點的葉子 但是它的葉子都掉落 那也沒有很悲觀 目前整個靠街的枝條還是呈現 呈現是 就是還看得到那個葉餅的底下 還是有綠色 然後我們的拍攝的相機不好對焦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這一個 它的每一個 每一個的 就是枝條的 看一下 看怎麼對到 好 看到這枝條的雅點 都還是綠色的 而且還是一樣 這樣就可以清楚 這一個雅點的四周圍 都帶花苞 我不知道你各位看得出來嗎 都帶著花苞 好 這個是第二株 那我想 它的葉子還沒有長出來 還沒有長出來 但是應該也有機會是順利存活 好 所以這樣的兩顆 靠街的牛奶果 從6月30號操作 到8月11號斷裂提早離開 到這一次 因為覺得應該要帶難下來 就近了照顧之後 看到了 哇 就是 萌發的牙 好 各位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 好 來 去叫 好 這樣就很清楚了 這顆雅點的牙 它在萌發 所以萌發的牙 記錄一下這一段 牛奶果 順利的 順利的 繼續發展 那這兩顆樹 我們做規劃 讓它在 確實 順利的成長之後 我們會將它種植到 1.5的新園區裡面去 OK 那我今天的紀錄 就記錄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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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